政府今日宣布,維持最低工資時薪37.5元 是條例由2011年實施以來首次凍結升幅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子剛表示 委員會考慮到香港經濟深度衰退 大部分委員建議維持最低工資水平在37.5元 他又表示,政府對法定最低工資的政策目標 是要顧及工資過低和減少低薪職位流失之間取得平衡 他又說,法定最低工資不應該被理解為解決低收入的唯一途徑 事實上,政府透過不同措施 來改善基層家庭及低薪僱員的收入 這些措施包括了政府在2019年4月起 為加強保障受僱於政府服務承辦商的非技術僱員 而推出了多項針對的措施 羅子剛表示,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請縱援和在職家庭津貼 他又澄清社會上有些誤解 以為在職不能申請縱援 又或者領取縱援之後不能工作 在縱援的制度裡頭只要家庭收入 包括了工作的收入 不能夠滿足基本生活的需要 就可以申請縱援 他說,本期內會完成檢討 在職家庭津貼的申請時數 向公眾及立法會交代 請多多多 chuckle 請多多多好 我領先沒什麼 請多多多多 請每個字到起 感谢观看